各位学员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安全工具系列课程 本章节咱们主要讲解一下BurgoSew的这块工具 本节课我们来看一下它的intrude的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功能是什么 intrude是一个定制的高度可配置的工具 对外部应用程序进行自动化攻击 如每举标识符,收集有用的数据 以及使用Fusing技术探测常位漏洞 那么我们本节课来使用这个功能 来暴力破解WebShare的密码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工具 那么这是我们的WebShare的地址 我们先把代理打开 挟取它一个动录包 那么这里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密码 选择动录 那么这样我们的工具就已经把我们的动录包截获下来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包信息发送到印出的模块 选择第二个选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选项里面标识了一些参数 我们将它标识的全部清除掉 然后将我们的密码处加上一个and标识一下 来到Pillow的模块中 那么这个Pillow的设置可以直接默认 在这里我们导入我们的字点 这个选项也是保持默认的 然后开始攻击 那么由于我们是来测试的 那么我的字点里面是放入比较少的 那么我们来如何识别哪个才是我们的动录密码 我们选择这个长度 我们可以看到 当密码为额的面的时候 它的长度与其他的时候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1440 那么其他是1371 那么就说明这个额的面是我们的动录密码 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 说明我的面是我们的动录密码 那么这样我们就已经成功的破解了这个webshell的登录密码 那么我们来模拟一下如何来暴力破解后台的账户密码 那么这里我随便先写一下参数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参数的话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用的name与password全部标识一下 然后在设置里面我们选择第四个 我们再看一下pilu的话 它现在就是有两个设置 那么第一个设置就是导入你的用户名 第二个就是导入你的密码在点 然后一样我们开始攻击 然后分析它的一个长度以及返回报的信息 那么这个模块在我们的深入测试过程中暴力破解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大家在课后使用本地搭建的环境来一起来测试一下 那么我们这一课就先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